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晚安 各位晚安 大家好 在街上 不好意思 遲了一些 今天在街上 在鄰居有些活動 Elma 你要戴耳機 你後邊的閘門 我戴了可能 我戴了可能 我戴了一個 你戴的不是那個無線耳機 這個無線耳機有那個 現在有線耳機是嗎? 我不是 我是無線耳機 我現在改了一個Mode 叫做Isolation Mode 就是看不到後面 聽不到後面 可以了 現在可以了 改了Isolation Mode 各位觀眾 各位好 今天我剛才上來之前 都跟小夏講講 到底整個現在經濟問題多大 但是我最近都聽到很多節目 關於大陸的經濟 而且我都有很多朋友在上面 就是感覺上 真的沒有試過這麼差的 就是那個 直接大家都不管了 有得他打架 一邊拳鬥 一邊有屋燒 倒樓都不管了 到了這樣的程度 那麼小夏就說 其他地方美國都不好 差不多全世界可能要來一個 重置 reset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現在是大重置 整個政治經濟 經濟關係是大重置 任何這些國家 所有的主要大國 他們在這次大重置中 怎麼表現呢 決定了未來50年的 起碼是 這個從換戰大國 英國都是老牌國家 英國都是說 當然跟美國就不能比了 但是他覺得呢 我看到那些店舖 差不多一半是關掉的 那些捨自流 一半也是關掉的 到底這些事情怎麼處理 真是沒有人知道的 沒有人知道的 他們說那些酒店都是空的 沒有遊客 現在還剛開始開始 到底那個人客不是那麼多 那遊船 遊輪也是空的 那怎麼辦呢 是啊 現在看到一邊是經濟在那裡萎縮 一邊是物價在那裡飛漲 兩邊 一般來說 如果在經濟萎縮什麼時候 川普那時候疫情來了 他一旦經濟萎縮起來 經濟活動少了 他立即油價什麼 跟著跌的 那時候 我昨天八十槍推出去油價 那些酒店價跌到一元三毫一 2020年5月2號拍的 那些酒店價跌到三分一這樣 現在是一邊升 一邊在那裡萎縮 所以這個現象挺恐怖的 中國的現象 這次幾次封城 上邊權鬥一整起來 中國已經是有很久的 現在大家都看到是在衰 但是這個衰 這個衰落是從全世界 特別是發達國家中 同樣趨勢有關係的 最後目前來說 中國是西方這麼多年供應鏈的源頭 現在供應鏈斷崖式 對全球經濟產生的影響很大很大的 中國實際 當然我們經常都唱衰 實際它在供應鏈那裡 它是火車頭 它簡直是火車頭 是啊 現在火車頭實際上海 和山陣上海為主 跟著山陣拖著 這兩個火車頭出了線 整個經濟就是拖慢的 那這幾天 這幾天 Darvost Darvost在開會 我聽到 Souris說 中國的經濟 好之後 說到差不多 沒得夠夠 是Souris說 Souris說 Souris懂事的 Souris說到 昨天發了一篇文章 現在的問題就是這樣 我先說 我沒有唱衰過中國經濟 我唱衰的 我沒有 我知道你唱衰 我唱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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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我是屬於記者報道 我不是唱衰它 我不是唱衰它 你客觀 你客觀 這個是原則來的 所以我沒有說 專程要唱衰它 但是問題出了 已經出了幾年問題了 從疫情開始的時候 中國經濟出了很大的問題 大家就好像 因為西方也出了問題 大家都不是這麼說的 現在看下來 中國這個 所謂全球化 一個衰拖累 大家一起衰的 所以這個疫情 回頭也要看疫情 現在好像沒有了疫情 一回事不說 現在真的是 真是很奇怪 是啊 但是照樣封你 完全當疫情沒有 但是照樣清零你 照樣封城 完全跟疫情好像無關一樣 到現在呢 我跟得很緊 看新聞 看所有的事情 我就沒有看到有很 全面很穩陣的 說起來的分析 就是疫情以來 疫情對中國經濟產生了 怎樣的影響 繼續產生什麼影響 繼續下去 預期未來的供應鏈 會是怎樣對西方有什麼影響 我都沒有看到 我講得服我 一篇 我推薦給大家看的文章 是 真的 不過小夏有一件事 它那些疫苗 效果很差 而且這麼久了 它打開頭的兩針 到現在已經很久了 它整個國家 是一個沒有免疫能力的國家 這個是事實來的 這件事不道理不信 這些是科學來的 就是這樣明白 是啊 就是它沒有了群體免疫 它沒有群體免疫 而且它打的疫苗已經過期了 就算可以 到現在已經過期了 科興的有效率 科興的有效率29% 大家看到 這個是事實來的 中國政府都沒有說 否認這個問題 到現在為止 美國說這件數字 說死了百萬人 但是你要看那些年紀 那些什麼的 都有基礎病 就不是那些健康人強 那些大洋死的 沒有看到這種情況 中國當然是唱衰美國的疫情 搞得幾衰幾衰 但是美國現在 百分之政府 數字估計 百分之六十的人 有得過的 有抗體的 那下面下去 那個疫苗 那個菌就越來越弱了 沒有人當回事的 沒有人當回事的 我剛才認識一個朋友 打了三針就得了 病了幾天 小楊我昨天坐飛機 我昨天坐飛機過來 又飛過來 第一次坐飛機不用戴口罩 全機沒有一個人戴口罩 是大飛機來的 那些是大飛機來的 widebody來的 美國的法官 控制不准強制戴口罩 所以我們首先是州長 州議會通過了 強制戴口罩犯法 後來就一直在Florida 告到上法庭 要不要強制戴口罩 一個35歲的女法官 是Trump任命的 那個聯邦法官就說 強制戴口罩 違反了美國人的權利 那一旦不用戴口罩 那天看到 那個United Air 上面的廣播就說 我們根據法庭的命令 我們就不用戴口罩 誰知道 下面的人一片一刺的口罩 在飛機上 我就是帶United過來 一個人都沒有 連服務員都不戴 沒有人戴 好啦 這次我都可以坐飛機 我最討厭戴口罩坐飛機 真是不錯 現在可以坐回飛機了 真的 小楊 我看到一個報導 說現在中國的中產階級 差不多有30人左右 那些收入都過得去的 算是挺好的 中上 實際上 那些IT 搞這些職業性的事情 最近這幾年就很旺 而且他們又買樓 個個都好像很幸福 但是這3億人呢 現在就慘了 為什麼呢 不要說失業 不要說到這麼絕 不是失業 收入減少 收入減少 但是我還沒打過 不過打工仔最忽忌 就是供不了樓 分不着教的 因為每個月都來的嘛 每個月都要到期的嘛 當你的收入供不了樓 那些收入供不了樓 沒有一億 沒有一億 絕對沒有一億 我們用大數 我計大數 一億轉是真是權貴 然後有三億 一千萬都沒有 一千萬都沒有 十四千多萬 一千萬都沒有 真的沒有 十四千多萬 我給他 免得說我什麼 但是說到最後 十億人是窮人了 你不說 剩下的十億是窮人了 中國應該是這樣 就是在貧困線下面的人 還應該有 真是窮到沒得吃那些 那些還有六千萬的 那你就真是貧困 你說中國貧困人口 就是百分之四十的人 他雖然有得吃 可以有溫飽 但是屬於貧困線下面 就是那些 差不多 現在中國就 按照官方的說法 都是兩億較鬆的 中產階級 就是收入 每月收入 應該是一年兩萬美金左右 是 那他們兩萬美金算是過得去的 但是現在都減了 那下面那些怎麼辦呢 下面那些怎麼辦 就是那些所謂低收入那些 那些收入低的那些人怎麼做呢 都是減的了 你不遇過那些都不遇過了 那些人都有影響 那些人怎麼做呢 那些收入低的那些人怎麼做呢 都是減的了 你不遇過那些人都不遇過了 那些人都有影響 怎麼做這個日子呢 超過一半是城市人口 農村出去打工 就要靠工資吃飯 靠工資吃飯那種心理狀態 都跟靠派田吃飯 很不一樣的 就是我那時候問過那些農民工 已經是兩代人的了 兩代人要靠工資吃飯 是 或者是靠工資拿回去 收入減少怎麼辦 收入減少 還有他們個個都要買樓 就是買樓是他們的使命來的 一輩子人 什麼都沒有 還要買樓 那就是它不是買用現金買樓 它全部都是供樓的 現在供不到怎麼辦 那另外呢 中國的那些生活方式 出了很大的變化 特別是現在講回有些學術 就是這樣講 但是應該講的 就是上一代中國人 亞洲人 香港人也好 就是日本人 韓國人 中國人也是 大家存錢的 以前人民幣的流通 那些40磅都在底 但是到新一代人 開始不存錢了 叫做月光族 他們中國各界叫月光族 就是月都用光了 那叫做月光族 月光族 已經很久了 這個詞 就是 就是說他們每個月都來工資 工資都用光了 所以一旦呢 失業 還有什麼 就是供樓這種情況 如果是以前的中國人 如果是以前的中國人 他第一個以前的中國人 大家買樓就傾向於不要工 就是 就是 到我來美國都是這樣的 那些樓呢 我批了半支 五十支才算的 就不是不肯買的 但是現在的習慣呢 月光族的習慣呢 用完才算 所以減薪對於很多人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對於這一代人 對於這一代人 所以現在中國那些問題呢 就是現在習近平在試 為什麼要這樣封城呢 看看中國人的承受能力 但是現在樓的問題 有些樓價都要下跌的 深圳現在還沒下跌 深圳就是北京下跌了不少 上海這次被他弄完之後 都是玩完都是下跌的了 深圳因為工作機會比較好 還在那裡 但是其他全國其他地方的樓價 看著下跌的 他們說現在一手樓便宜過二手樓 就是一手樓便限價 二手樓便不理會 那些反正你都說你炒 你應該的 等你做大雜牌 一手樓它為了要賺錢 就要流通 現金流通一定要批賣 現在的問題就是這樣 美國就是90年代出現過 所謂次貸危機 那你在你人的收入降 樓價降的時候 你原來買樓的人用高價買樓 你那個貸款率不降的 唯一的辦法最後就是 你如果跌跌跌跌到 你的貸款還能超過樓價 你就不如把樓扔掉走人 所以美國當時 我們香港人叫做負資產 就是說你那個 就是欠銀行那個錢 比那些樓的價值還多 是啊 所以這個會出很大的問題 那看看中國現在 這些樓價貸款 這些怎麼出 美國的辦法最後就是印銀子 所以我不信中國政府有更好的 比印銀子更好的辦法 它裡面如果權夠的話 它上印 但是管銀行那些人 又不給它印 又勸它不要 拖拖拉拉拖拖拉拉 有時候就算你總書記多有權 你抓人就有權 但是印銀子這件事情 它可以跟你爭來爭去 你明白不明白 不是這麼簡單的決定 這些是很複雜的決定 它可以影響到你沒得印的 不過我最近聽到說 當日的蘇聯的解體 都是有一個經濟問題 當然是經濟問題 蘇聯解體白對切白經濟問題 是啊 所以如果經濟真是嚴重 真是很難說的 可能會導致 中國都可能會對治共產 就是都導致是解體的 都有可能的 我這樣看就是 蘇聯當初解體 是經濟問題 特別是徹底下 出了事之後 其實蘇聯當時經濟已經架到空了 商店沒有東西賣什麼的 大家都知道 哥爾巴喬夫上去之後 有兩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蘇聯和中國 現在要比較 會不會跨台 哥爾巴喬夫 1985年一上去做新思維 Glassnot 他不是做經濟改革的 他是搞政治改革 哥爾巴喬夫 所以俄國人很長時間 一直到葉麗欣的時候 他們經濟上不知怎麼做 但是政治上 他要學西方的民主 學了很久的 但是中國一上去一改革 鄧小平就放針 先做經濟改革 政治改革 不改他先 那裡不學得 我們中國人有中國 自己社會主義道路 所以這兩個道路走的不一樣 那麽呢 就 你說這個 對不起 你說你說 我要問你一句話 你問吧 你問吧